网易音乐音乐的力量 大家好 我是赵品宁 其实在团之名的话 可能 我说实话 危机感还不会有这么重 但是现在出来之后 危机感会变得更重 因为 现在我们不再是在 班级跟班级之间的比较 那可能会跟其他的一些 很多比较 那会想要做得更好 我觉得我们 Black Ace的每一个人 应该对表演 不会有交流的地方 其实会对很多 我们一个整体的规划 或者说 我们之后会走到 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或者说 会不会受到大众的认可 我觉得大家会对这些东西 会比较有一些交流 因为就结果来看的话 其实这是大众考察官们 给我的 准确来说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这个时候已经是离校的状态 其实有很多东西 可能是大家看不到的 对 然后也 现在大家不也只看结果 所以大家就 我也不想去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 现在这份荣耀是 是我的PIC们给我的 可能大家如果 刚认识我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 我好像给自己太多戏了 可以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但其实 那时候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因为那个决定 它会怎么说改变很多东西 就是可能 就改变了我以后的所有东西 对 然后 如果那个 那次就是一团之名失败的话 就 就真的可能 讲的比较惨 就真的可能就 我自己也不愿意再做唱跳了 因为我是一个 你可以否定的 但是 就 不可以怎么说呢 我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就是我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过不去了 而且我已经25岁了 那现在出来的小弟弟都20岁19岁的 怎么比嘛 怎么比嘛 我个人觉得人气啊 流量啊 是一个泡沫 是 是一个前辈跟我说的嘛 他说人气其实就是个泡沫 因为 人气是需要你的作品不断累积 是需要你越来越好的活动人气 你想要更高的人气 你要越来越好的活动 累积才会有更高的人气 那如果 没有作品的话 那这些人气就是泡沫 泡沫就是 啪 就没 就一下就没了嘛 大多数演员呢 就是如果真的是爱拍戏的演员的话 他们可以很好的否则 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上面去 因为 我曾经有一次 就看剧本四天都不出 不带出门的 就是 放放门口 然后干嘛叫放门口 因为 就是 我觉得演员是 剧组是一个很好让你集中 很好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你专心做这个事情你是可以的 但唱跳不一样 唱跳不一样 特别是团体唱跳真的不一样 它会牵涉到 你是 很多不同的一个人格也好 性格也好 随机到一起 那摩擦是避免的 就避免不了的 对 避免不了的 那很多东西也会在这些摩擦中 滋生出来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团体 想做到一个团体很难 真的 我说实话 我这两年的唱跳 不是这两年的唱跳 这段时间的唱跳 一直 因为我粉丝 爱看到我唱歌跳舞的样子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唱歌跳舞 那现在我觉得我后面的两年之后 两年会有三年 我也会全新的去做唱跳的东西 等之后我会去 再去做自己喜欢的演员的这个事情 然后 但还会发歌 我的偶像是周星驰 演戏这块的偶像是周星驰 我特别想挑战戏剧 因为 可能是我小时候 他给我的喜剧的烙印太深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 我一直都很喜欢喜剧 包括我学表演的时候 后来的大戏也是排的喜剧 所以我想尝试一些喜剧的角色 或者如果不是喜剧的话 或者是一些很反派的角色 比如说大人物里面的 就是鲍威尔老师的这种角色 星驰他是巨蟹座 我也巨蟹座 然后其实我私下如果我不是更好的朋友的话 我也是那样就蛮肉蛋的 然后笑点也挺高的那种人 但是如果真的演喜剧的话 因为热爱 所以所以喜欢他 以前我老师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当时我回答的是说 以一个开心的方式去讲述一些悲伤的故事 以一个开心的一个模式来传达给观众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 我觉得喜剧是表演的是让你笑的东西 但你过后思考之后 它是有别的更深刻的内涵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它是高级的喜剧